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戏剧大师爱德华·阿尔比的经典名作 《谁怕弗吉尼亚·乌尔夫》 美国戏剧史上有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一次是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阿瑟米勒 再往下数就是今天要说的爱德华·阿尔比了 1997年 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 为爱德华·阿尔比颁发了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颁奖词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国家本来诞生于叛逆 而在爱德华·阿尔比的叛逆中 美国的戏剧重获新生 很多人都把阿尔比归为荒诞派 阿尔比早期有一部很有名的独木剧 叫做《动物园》 里面两个不相识的男人 为了争夺一张公园的椅子 闹出了人命 而在一部叫做《海景》的西里 你对夫妻又突发奇想 决定脱离城市生活 永远在全世界的沙滩上流浪 结果碰到了另外一对 海里来的蜥蜴人夫妇 还有一部戏叫做《山羊》 讲的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建筑师 在50岁生日前夕 突然不能自拔地爱上了一只山羊 你看阿尔比的作品确实是充满荒诞 他自己也承认 深受欧洲荒诞派大师贝克特的影响 但是阿尔比对荒诞派这个标签 却无以为然 他强调自己只是在如实地表现生活 就像阿尔比自己的生活那样 1928年 他生于华盛顿 是一个无名的弃婴 18天之后 他被纽约一个富人家庭收养 这才有了爱德华 富兰克利阿尔比三世这个名字 从此 阿尔比过上了优渥的生活 但是呢 他也必须承受家庭的压抑 为了自由创作 他又不惜断绝关系 离家出走 又把自己变成了孤儿 阿尔比一生拿过各种顶级戏剧奖 包括两次托尼奖和三次半的普利策戏剧奖 诶 什么叫三次半呢 这就和谁怕弗吉尼亚·沃尔夫这本书有关了 这部剧 1962年在百老汇首演 连演了669场 也获得了普利策奖评委的肯定 可是普利策奖还有一个顾问团 他们推翻了评委的决定 理由说白了就是这部剧充满负能量 亵渎美国价值观 那那年的普利策戏剧奖呢 最后就只能空着 前面咱们说了 克林顿总统称赞阿尔比是让美国的戏剧重获新生 但这里面可不是没有阻力和代价的 在此之后的30年里 阿尔比凭本事又拿了三次普利策 但是论艺术水平和传奇性 其实都不如最初那半次 阿尔比坚称自己拿过三次半的普利策 这也体现了他的不服气和幽默感 其实阿尔比制造荒诞的一大秘诀 就是把一个看似简单明了的事实切成两半 一半是本来应该 一半是只能如此 我们再举一个阿尔比生活里的例子 很多年之后 他回到家跟养母和解 却发现养母只能接受那个著名的爱德华阿尔比 而不是他本人 好 我们说回《谁怕弗吉尼亚·沃尔夫》这本书 其实这部戏也和弗吉尼亚·沃尔夫本人无关 但这也不是标题党的行为 因为题目里面的关键词不是沃尔夫 而是怕 这部戏通过两对夫妻的彻夜胡闹 写出了现代人对于爱情 事业还有家庭的各种怕 下面我的讲解就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来讲讲 男主人在怕什么 第二部分咱们说说 年轻的客人在怕什么 第三部分讲讲 女主人在怕什么 而搞清楚到底在怕什么 是战胜恐惧的第一步 好 现在大幕拉开 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一对中年夫妻参加完学校里的派对 疲惫地回到家 但是疯狂的长夜才刚要开始呢 接下来他们还会喝更多的酒 玩更多的游戏 这部剧的第一幕 就叫做《乐趣与游戏》 英语当中 戏剧和玩都叫play 那戏和游戏呢 真的很像啊 都是旁观者越觉得好玩 当局者就越觉得煎熬 先给你介绍一下两位当局者 乔治和马莎 丈夫乔治 46岁 丝丝纹纹地 两鬓范白 是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 妻子马莎 52岁 但是模样却还很年轻 朱圆玉润 但是并不肥胖 身上散发出一股 母老虎般的强大气场 她是大学校长的女儿 马莎刚从派对回来 一到家又要乔治倒酒 明显她有酗酒的毛病 而乔治听从吩咐 给马莎倒了酒 但是马莎要求乔治 给她一个吻 乔治却拒绝了 马莎追问 为什么呀 乔治就说 吻了你 我会兴奋到丧失理智 非要把你强行 按倒在地毯上 一会儿给客人看到了 像什么样子 为什么乔治的回答 这么阴阳怪气呢 这和话里提到的客人 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介绍一下 今晚登场的第二对夫妻 尼克和哈尼 尼克今年三十岁 英俊挺拔 是生物系的新人 妻子哈尼呢 二十六岁 是一个财貌平平的金发姑娘 他俩为什么非得 在深夜两点登门拜访呢 原来是之前 马莎在派对上 特地请他们来的 马莎安得什么心啊 乔治再清楚不过了 酗酒也好 到处勾搭男人也好 都是马莎在宣泄 对于婚姻的不满 但是大半夜的 非要把小白脸请进家门 与其说是调情 不如说是在挑衅 马莎要玩一个危险的游戏 刺激乔治 而后面呢 乔治还专门为这个游戏 起了一个压头韵的名字 叫做修修男主人 好 现在 尼克和哈尼进了门了 为了缓解 无话可说的尴尬 马莎又唱起了 谁怕弗吉尼亚 吴尔夫这首歌 这首歌啊 刚才在拍队上 有人唱过 逗翻了全场 原来 吴尔夫的发音 和狼 Wolf 是一样的 而谁怕大坏狼 是迪士尼动画片 三只小猪里面 一首人人都会唱的 口水歌 你要说这个谐音梗 真的有多好笑呢 也不见得 但笑 是一种礼节 现在 马莎重新唱起这首歌 边唱边笑 尼克和哈尼 也抱以礼貌的笑声 唯独乔治 故作殷勤地 为大家倒酒 但就是不笑 马莎立马 揪出这一点 发起今晚 对乔治的 第一波羞辱 她指责乔治 不懂乐趣 注意啊 优秀戏剧里面 人物吵架 和电视台那种 调解家庭纠纷 节目里的吵架 不太一样 那种吵架呢 是直来直去的 看似火爆 其实很单调 而戏剧里面的吵架 讲究的是前台词 这儿的前台词 是什么呢 一句话后面 有三句话 马莎不仅是 指责乔治 没有乐趣 而且也在指责 她不给面子 不仅是在 指责乔治 现在不给老婆面子 还在指责乔治 在刚才学校里的 派对 不够合群 也就是说 不给举办派对的 大学校长 一个面子 而大学校长啊 前面说过 就是马莎的父亲 所以你看 马莎这句话 其实就是在 指责乔治 不尊重她的父亲 指责乔治 自命清高 不懂学院里的人情世故 人到中年了 还只婚了个副教授 一旁的尼克 想岔开话题 就说 哎呀 刚才的派对 很好玩啊 又说 派对的举办者 马莎的父亲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尼克说这话 就是没搞清楚 夫妻俩吵架的前台词啊 正好撞在枪口上了 乔治立刻跟了一句 是 他爹简直是神 马莎和乔治眼看 就要撕破脸了 幸好哈尼要上厕所 马莎就陪他去了 而马莎再度登场的时候啊 居然换了一身 最能凸显曲线的变状 静止走到了尼克身边坐下 这显然就是他对乔治 发起的第二波羞辱啊 马莎一边把手 搭在尼克的大腿上 一边肉麻地夸他 年轻有为 脑子聪明 身体又好 而旁边尼克的妻子哈尼呢 竟然也傻乎乎地吹嘘起 尼克身体结实 还曾经是中量级的拳王 这给马莎提供了话题 也等于是在捅乔治的刀子 可是乔治却在装傻 反而告诉哈尼 应该为这样的好老公 感到骄傲啊 一时间 竟然三个人都在 莫名其妙地 大说尼克好话 马莎眼看着乔治装傻不接招 就把夸尼克 转为了羞辱乔治 马莎说啊 当年父亲沉迷拳击 要和女婿打一场 但是乔治不敢应战 当时 马莎就偷偷地戴上拳套 溜到乔治身后 叫他名字 等他一回头 就被马莎狠狠地 一拳抡中下巴 打翻在地 这段糗事啊 马莎是描绘得 绘声绘色 无不夸张地复述出来 效果比他前面唱 谁怕弗吉尼亚 乌尔夫要好得多 这次 尼克和哈尼 都是发自真心地 大笑起来 乔治本人呢 故事讲到一半 就悄然退场了 他从屋里 拿出了一支猎枪 走到笑话正说的 梅菲色舞的 马莎背后 瞄准他的后脑 一旁的哈尼 最先看到 失声尖叫 并排而坐的 马莎和尼克 这才转过身 变了脸色 尖角还有一半 卡在喉咙里的时候 乔治已经扣下板机 砰 枪口射出一把 迷你扬伞 好嘛 乔治玩得这么一出 用恶作剧 打败了马莎的 恶作剧故事 这一波刚平 下一波又起了 哈尼突然问起 马莎的儿子 什么时候回家呀 一提儿子 乔治表情复杂 责怪马莎 干嘛要在外人面前 提起儿子的事 但马莎这个时候 却大大方方地 跟客人解释 原来乔治心里 一直在怀疑 这个儿子 是不是亲生的 随后 夫妻两个人呢 就儿子的眼睛 到底是什么颜色 争论起来 马莎坚持 儿子眼睛 跟自己一样 是绿色的 正如马莎的爹 眼睛也是绿色的 但是既然说到 马莎的父亲 乔治哪会放过呀 乔治说 马莎的父亲 眼睛是红色的 因为他是一只 浑身白毛的大老鼠 这个玩笑 显然有点过分了啊 马莎在激动中 忘了把羞辱乔治 当成拐弯抹角的游戏了 而是直接把前面 藏着掖着的 都一吐为快了 马莎说 乔治根本不敢 当面和他父亲 这么说话 自己和父亲 当年都看错了人 按计划 乔治应该先掌管历史系 然后接他父亲的班 当校长 谁知道呢 乔治烂泥扶不上墙 一辈子就烂在 傅教授上了 听到这儿 乔治猛地 砸了一瓶酒 马莎却反而更来劲了 傅教授的薪水 还砸不起这瓶酒呢 只配砸在空瓶子 最后 马莎几乎是大吼着 给乔治定了姓 你就是个软蛋 超级大软蛋 而为了屏蔽 马莎的叫骂 乔治突然一把拉起哈尼 一边跳舞 一边急促地高唱 谁怕弗吉尼亚乌尔夫 弗吉尼亚乌尔夫 弗吉尼亚乌尔夫 直到哈尼冲到卫生间呕吐 这场闹剧才算告一段落 当然了 这只是第一幕的结束 第一幕最惨的是乔治 但乔治确实是一个大软蛋 他对生活的反抗 仅限于不配合傻笑 或者搞搞恶作剧 最多就是在背后损人两句 却不敢和校长岳父 当面打一场拳击 也不敢当场戳穿 妻子和尼克的暧昧 乔治是一个家庭事业双双示意的中年人 人到中年已经无从反抗了 而接下来 你会看到尼克和哈尼 这两位年轻的客人 又有着怎样的隐痛 第二幕名叫女巫聚会 这是德国的春节 时间是在4月30号晚上 庆祝冬去春来 传说啊 当晚巫婆们会聚在山顶 燃起篝火 通宵念咒 驱赶冬天 后来这个传统被基督教吸收 又成了庆祝基督教圣女的节日 燃起篝火的目的呢 就变成了驱赶巫婆和邪灵了 今天这个节日成了第二个万圣节 大家穿起起装衣服 彻夜的喝酒狂欢 所以你看 女巫聚会是一笔糊涂账 历史真真假假 内涵自相矛盾 而等你听完接下来的剧情呢 反过来再看 就会觉得这个标题多么恰当 前面咱们说到哈尼去卫生间呕吐 马莎则去厨房煮咖啡 客厅里只剩下了乔治和尼克 这两位本该是情敌的 却通过抱怨老婆 成了短暂的知心好友 尼克说 其实当初娶哈尼是因为哈尼怀孕了 谁知道那是一次假怀孕 医学上称之为歇斯底里妊娠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怀孕的女性可以表现出和怀孕 几乎一模一样的特征 月经会停止 肚子会变大 等到结婚之后 哈尼的肚子却像气球漏气一样 扑的一下就憋下去了 而乔治则说了一则青年往事 当年他们一帮小伙从军校放假回来 头一件事就是去酒吧 其中有一个傻乎乎的男孩 曾经因为枪支走火误杀了自己的妈妈 就是这个男孩跟老板说要点波琴 引发了哄堂大笑 原来这个男孩把波本和琴酒 这两种酒搞混了 那一晚上大家都说要点波琴 而第二天早上呢 小伙们终于尝到了宿醉的滋味 这个时候尼克就好奇了 那个误杀母亲的傻瓜男孩 后来怎么样了呢 乔治告诉他 后来这个男孩跟他爸学开车 为了避让迎面而来的一只豪猪 撞上了一棵树 男孩醒来躺在床上 别人告诉他 他爸爸已经死了 男孩开始狂笑 一直笑到医生给他打镇惊剂 最后这个男孩被送进精神病院 三十多年来一声不吭 这个奇特而可怕的故事 又拉近了尼克和乔治的距离 两个人开始倾吐 更为黑暗的秘密 尼克说 娶哈尼也不是没有好处 因为当神父的老丈人很有钱 钱从哪来呢 其实是靠贪污信徒的捐款 乔治马上还了一个故事 说马莎父亲的钱 其实是从第二任老婆 也就是马莎的继母身上弄来的 那个女人又老又丑 长了很多流子 却非常有钱 尼克紧跟一句 她是个女巫 在这解释一下 为什么尼克会说女巫啊 因为女巫这个英文单词呢 其实就是把流子的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W和有钱 Rich后面三个字母 这两个单词混在一起拼出来的 也就是女巫这个单词 W-I-T-C-H 这就跟前面的波琴酒一样 尼克在这儿是一边刻薄地帮着 乔治骂老丈人 一边也在证明自己和乔治一样 能玩文字游戏 乔治骂完老丈人 靠富婆发家 尼克问 倒没听玛莎说过还有个继母啊 乔治却说 也许这都是我编出来的 这个时候 玛莎带哈尼回到客厅 哈尼吐过了 酒却还没有醒 非要放音乐跳舞 只是跳得一塌糊涂 玛莎呢 就去换了张唱片 和尼克跳起舞来 当时老公乔治的面 动作非常亲密 玛莎边跳 边给尼克说了一段乔治的往事 原来 乔治写过一本小说 里面有一个 喜欢喝波琴酒的男孩 看上去误杀了父母 却只是假装成意外 这故事 尼克可是刚听过呀 但是尼克并没有生气 乔治拿小说骗他 因为故事还有后半截 玛莎的父亲告诉乔治 只要你还在这个大学里教书 就别想出版这本破小说 玛莎把这段故事说出来 这比嘲笑乔治 永远是一个副教授 更扎心 教书只是工作 小说却是他真正的梦想和心血 愤怒至极的乔治自有报复方法 他说 让我们来玩个新游戏吧 今晚已经玩过羞羞男主人了 一会儿看你们的样子 还要玩睡睡女主人 那现在就玩个抓抓客人的游戏吧 刚才 玛莎不是说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吗 那书啊 其实不值得一提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写的第二本小说 乔治顺势就把刚才 尼克告诉他老丈人贪污信徒的钱 还有妻子假怀孕的故事当众又说了一遍 一直说到新娘的肚子 扑的一下就憋了下去 这个时候 连犯罪的哈尼也听明白了是自己的故事 这还没完 乔治还特意挑明 这根本不是什么歇斯底里认身 而就是哈尼自己把孩子打掉了 哈尼被乔治戳破秘密 又冲到卫生间呕吐 而尼克呢 一方面为了报复乔治 一方面为了讨好校长女儿 真的跟着玛莎上了楼 玩起了前面乔治所说的 睡睡女主人的游戏 只不过 这回假戏已经真做 游戏变成了现实 现在我们回看第二幕的标题 女巫聚会 是不是很巧妙啊 但这两男两女 可以说都在玩真真假假的把戏 互相欺骗 互相拆台 终于彻底失控 乔治为了傅教授的头衔 可以放弃自己的小说 而尼克更无耻 他不怕出卖自己 还可以为嫁高者多次出卖自己 同样是年轻人的哈尼呢 虽然没有什么才华和事业 却不想被孩子束缚住 哪怕舞跳得一塌糊涂 也要自由自在地跳下去 这是三种对于社会期待的不同回应 下一部分 我们就要说说玛莎了 这只好像一直在伤害别人的母老虎 究竟在怕什么 第三幕 名叫驱魔 大幕拉开 玛莎从楼上下来 客厅里却空无一人 玛莎喊了几遍乔治的名字 没有人答应 于是玛莎又给自己倒了杯酒 尼克也从楼上走了下来 玛莎怎么称呼尼克呢 软淡 原来刚才在楼上 尼克扬尾了 尼克把责任推给喝了太多酒 但是玛莎已经懒得在里尼克 反而自言自语地说起乔治 玛莎说 世上只有一个男人让他开心 那就是乔治 只有乔治能一直跟上他的新游戏 学会新的规则 这个时候 乔治捧着刚才的一大树花进门 玛莎高兴极了 尼克以为这对夫妻又神奇地和好了 而乔治宣布 还要再玩最后一个游戏 名叫晒晒宝贝 乔治让尼克把卫生间里的哈尼也叫回来 好 现在客厅里两男两女又到齐了 乔治说起儿子 儿子就是晒晒宝贝里面的宝贝 现在是玛莎不愿意替儿子了 可是乔治还是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在乔治的故事中 儿子像个精神病人 每天下午四点起床 十六岁了还要玛莎帮忙洗澡 玛莎听不下去了 打断了乔治 开始说自己的版本 在玛莎的版本里 他们的儿子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天使 金发碧眼 皮肤晒成骨铜色 明天就即将年满十六岁 说着说着 玛莎突然激动的话风一转 说只要有乔治在 孩子就无法健康成长 尼克觉得 所谓晒晒宝贝 无非就是夫妻俩借着儿子 再指责对方 尼克厌倦了这套游戏 想带着哈尼离开 但是却被乔治制止 乔治转向玛莎 说要报告一个坏消息 刚才你和尼克 在楼上忙活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封电报 我们的儿子 不会回来过十六岁生日了 因为他已经